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五集 洗完澡的承霄 开始吃顾部长的豆腐 一顿饭终于磕磕碰碰做好了 哇 这太丰盛了吧 顾部长 我要拍个照再吃 承霄拿起手机 拍食物的同时还不忘把顾南亭塞到照片里 不许拍我 顾南亭想起上次 他给他叠被子的时候 他就偷拍过它 美食配帅哥 秀色可参 承霄笑得灿烂 饭后 承霄去洗碗 你会洗碗吗 顾南亭怀疑道 想什么呢 我可是自己一个人独居了好几年的 承霄拿着碗 娴熟地洗了起来 顾南亭站在厨房门口看他 眼神里都是温柔 收拾完之后 承霄做发现顾南亭家有本叫龙羊鸟的书 他随手拿过看了起来 原来顾部长的养鸟知识是从这来的呀 承霄很鸡贼地笑 顾部长 你难道还想再养一只鸟 是啊 你的鸟的是雌鸟吗 我打算养只熊鸟 这样它们就能生一窝小鸟了 顾南亭很自然地把承霄楼怀里说道 听上去顾部长家以后就是鸟窝了 这可一点都不美好 承霄躺到顾南亭腿上说道 生一窝孩子也行啊 顾南亭抚着他的额头 突然变了话题 你刚才说的是养鸟的事 现在转换这么快 承霄觉得躺顾南亭腿上好舒服 又看着书 突然就困了 甚至还打了个哈欠 困了 洗洗睡吧 飞行员要保证睡眠时间 他揉揉他的头发没有继续之前的话题 嗯 我去洗澡 承霄去了卫生间 顾南亭思考了几分钟 然后自己走进另一个卫生间洗澡 顾南亭洗完出来 发现承霄在卫生间吹头发 他进去很是自然地从他手中拿过吹风机 给他吹了起来 承霄从镜子里边看到顾南亭换了一套家居服 头发还是湿的 等他给他吹完头发 他回头抱住他 你也洗澡了 好香啊 顾南亭很高 他不点脚尖只能到他的下巴 所有他抱着的只能是腰 因为健身的原因 顾南亭的腰看上去很细 实际上抱上去却很壮 承霄每次抱着他的腰都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安全感 他抱了一会后 小手在他胸膛上乱动 顾南亭有很漂亮的胸肌 这让承霄很是满意 干嘛跑另一个卫生间洗澡 下次咱们可以一起洗啊 承霄说完有些害羞的把脸靠在他身上 顾南亭发现承霄的小动作 笑了 你还会害羞 我以为我的承霄一直只有勇敢 没有害羞呢 他搂紧他 抱起他走进卧室 我可是女生啊 我只负责前面的勇敢 承霄把头埋在他怀里 惬意地说道 嗯 我知道 接下来交给我 让我来 我看你会有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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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